中国的朋友下午好 荷兰的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线上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给大家介绍 荷兰海牙市IT行业 我们会做一个介绍 即就是这个IT行业在荷兰带来的商机 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海牙市商务局亚洲部主管傅小瑞 今天我也很荣幸担任此次活动的主持人 在活动之前 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 今年就是这个海牙商务局已经建立20周年了 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短片 就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 然后现在呢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今天发言嘉宾和主题 首先发言的是孙颖女士 孙颖女士是荷兰外商投资局 华南大区高级项目经理 他会针对荷兰经商环境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之后发言的是荷兰朗核律师事务所 律师还有合伙人余业和Benjamin 他们会给大家做一个有关做好进入欧洲市场准备 的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讲述 然后从中就是这个包括了版权法 专利法 还有就是这个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等等 之后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冯海波 荷兰亚本电信CEO做一个有关亚本成功落地海牙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讲说 最后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海牙市的一个总体情况 然后在活动最后呢我们也会留一部分时间来给大家提问一个互动环节 然后在活动过程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这个Zoom软件的Q&A就这个在大家的这个下方有一个Q&A的一个就是这个聊天框里提问 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群提问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微信群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这个通过扫码进入我们这个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呢就是这个今后呢我们会就是一直保留 就作为一个相互沟通 还有就是这个相互信息交换的一个平台 好了在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暖场 有三道就是这个小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啊想让大家就是这个参与 第一道问题是就是这个啊就看看就是这个我们就回答对不对 第一道问题是就是这个欧盟专利的最长保护期是多少 然后有四个就是这个啊答案 您猜一猜就是那个哪个答案对啊 第一个是十年第二个是二十年第三个是四十年啊 第四个是六十年 第二个问题呢是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没有所谓的就是这个国际住做权法 就这个就是这个statement就这句话是对还是错 然后我们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您的网站使用的算法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尽且创始人知悉什么类型的保护最适合这种企业的算法 我给大家大概三十秒时间 啊 这个是就是这个答案 大家可以就是这个看看到就是这个答案都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答的这些问题就是这个就选哪个答案的都有 这样我先就是这个不跟大家说就这个正确答案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就是这个认真听讲 我们一会就是这个这个讲座以后就是这个我确保大家就是这个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好吗 我们这边就是这个系统 就是这个PPT出现了一个问题 现在好了 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有请就是这个孙颖女士 荷兰外商投资局 华南大区高级项目经理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荷兰的经商环境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荷兰外商投资局 驻华南的代表孙颖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 和大家在这里分享 投资荷兰让科技创造更多价值 那么荷兰外商投资局 是荷兰经济部下属的 分管外商投资的专职机构 我们的职能是从政府层面 为计划在荷兰设立公司的外国企业 提供服务和支持 为企业牵线搭桥 我们的办公地点是在北京 上海广州和重庆的领事馆内 那么我们在荷兰的总部呢 就在海牙 在全球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团队 其中包含了懂行业 懂市场 懂政策 懂项目的专职人员 在华南地区 我们这个地区覆盖了广东 广西 福建 海南 下面我想用短片来先来介绍一下 在荷兰的一个投资情况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Tom's is in the business to help improve lives with every product you purchase Tom's will help a person in need one for one and we find that the Netherlands is leading the conversation and social enterprise Amsterdam in particular is the hub for soci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as well as creativity and fashion this has proven to be the right community for Tom's Heinz has been in the Netherlands for over 50 years and it is an easy, safe and friendly place to live which means we can attract the best global talent to work here here in Nieuwegein R&D Centre we have a highly educated international workforce the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housing, univers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makes it possible that we attract the best people we can service the entire European market from Eindhoven we are located in a high-tech region with great accessibility to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business talent plus the government agency at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 offers us excellent support Dow has chosen for the Netherlands because of its perfect location it has space it gives us access to the sea we have access to mainland Europe in addition, it gives us access to one of the largest chemical clusters in the world Huawei has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center of expertise in Netherlands because it is an open and st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at makes it attractive to overseas companies the Netherlands is the ideal location for strikers and employees to live and work it is centrally located and provides convenient access to 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a robust business community that's why we invest in 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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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ś and next page, thanks 谢谢 这个短篇只好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投资荷兰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面我用数据来说明一下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Three month ago 2019 竞争力指数 荷兰是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在福布斯发布的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和地区中 荷兰排名第四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荷兰被列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之一 那么在2019年全球数字化指数排名中 荷兰名列第六位 Next page please 那么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中国企业在荷兰投资呢 到现在为止一共有700多家的中资企业已经在荷兰投资 那么主要是您看到的包括171家的欧洲销售中心 75个欧洲总部88个欧洲的分拨中心等等 那么在荷兰的中资企业呢 也主要集中于南荷兰省北荷兰省和富拉邦省 那么咱们的海牙就在南荷兰省中 那么主要投资来源的省市呢 是包括广东北京香港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 那么有很多的企业都会来问 那么荷兰的这个支柱产业都是什么呢 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荷兰的支柱产业就包括农业食品 创意产业高科技技术材料原意 生命科学物流等等 那么围绕在这其中有非常非常优秀 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荷兰企业 Next page please 那么像农业食品方面 荷兰是世界 Not yet the page before 在之前在世界上 那么在农业方面 荷兰是世界第二大农产品的出口国 而且瓦格林根大学是世界上 非常知名的农业食品大学 那么在化工企业方面呢 全球领先的25家的化工企业中 有19家都来自于荷兰 那说到创意产业 全球的第三大的这个电视节目版权的出口国 也是在荷兰 像中国的好声音 这个也是荷兰的一些设计 那么在高科技技术与材料方面 荷兰拥有非常完整的半导体的产业链 像ASML和这个NXP NGIP都是荷兰著名的企业 在生命科学与健康方面 菲利普又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的企业 那么比较有著名的 像IT方面的著名的中资企业投资的 就包括华为中兴 还有咱们下面要会介绍到的这个亚本电信 Next page please 您可以看到这个动图 那么它就说明了这个中资企业 这短短的20年间对荷兰增长的一个趋势 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这是由于它优秀的这个战略位置 国际性的商业环境 优越的基础设施和有吸引力的税收政策 创新环境 多语言的劳动力等等 这些吸引了众多的这个投资人 荷兰有作为欧洲大门的战略优势 提供了进入欧洲市场最佳的途径 从阿姆斯丹到和路特丹出发 那么24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95%的欧洲的市场 Next page please 其实荷兰这个国家是非常小的 它只有4万平方公里和1700万的人口 那么我们经常说它是小国大业 您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大湾区的企业在荷兰设立的投资就有200多家 那么中国企业刚才介绍了一共有700多家的企业 Next page 那么大湾区的企业就是我覆盖这个区域 可以跟您介绍一下 在荷兰设立的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近8000多个 占总量的一半 那么香港和深圳尤其是科技类的企业占多数 Next page please 那么中国企业在荷兰科技投资的这个科技型的企业呢 我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Next page please 那么大多数的企业是以荷兰为起点 布局欧洲 在近五年中 中国企业在荷兰设立的直接投资性的企业 较前五年增长了近一倍 荷兰是拥有非常好的研发的能力 创新竞争力十分的突出 中国企业在荷兰设立了63个研发中心 积极的与荷兰的一流大学紧密的合作进行优势互补 荷兰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成本 提供了激发创新的这种税收政策 营造了有利于企业和研发机构和政府通力合作的这样一个的生态环境 科技企业如中兴华为BID都受到了荷兰政府般的颁发的这个投资荷兰的杰出贡献奖 Next page please 那么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到由于疫情期间有更多的研发型的这种线上的企业也来到荷兰投资 还有很多仓储物流行的企业 因为这个咱们的这种科技企业呢 为扩展这个欧洲的市场 他们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通过并购的方式 另外就是绿地投资直接来荷兰设立一个当地的公司 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户 年初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供应链 比如说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疫情 那么现在很多公司也将它的仓储放到海外 尤其是在荷兰 打造了一个新的经营模式 以更快速的服务于市场服务于客户 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新技术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科技创新的公司来到荷兰发展 好那就先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和我们联系 我是荷兰外商投资局驻华南的代表孙盈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孙盈的讲座 如果中资企业有意向进入欧洲 我们应该做好哪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备呢 下面我们有请荷兰朗河律师事务所的余业 还有Benjamin为大家介绍做好进入欧洲市场的准备 嘿 大家好 我叫余业 是荷兰朗河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那首先呢 要感谢海洋商务局的邀请 让我和我的同事Benjamin 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资讯 那首先介绍一下Benjamin是我们律所的知识产权的律师 也是我们律所的合伙人之一 而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是要从知识产权保护这个角度来出发 谈一谈如何做好进入欧洲市场的准备 那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麻烦大家在对话框里面把问题写出来 稍后我们或者那个我们的Benjamin会为大家进行解答 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英文名是Lachro Hilkern Lawyers 中文名是朗河国际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的律所是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海牙 莱顿和阿尔芬都有办公的地点 总共呢有六十多名律师 那律所的业务范畴主要是覆盖了一个企业经营所需要的法律服务 包括公司法 劳动法 知识产权法 投资和并购等等 那我们呢是中国事务部主要是负责中资企业在荷兰的落地和经营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然后提供咨询 公司的命脉 要全面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话 最主要的还是要进行知识产权的注册 那同时结合一些合同方面的准备 比如说保密协议 比如说专利的许可协议 还有数据的处理协议等等 那做好进入欧洲市场的准备第一步的话 那我们会建议在本土设立一个新的公司 那这一方面的话稍后亚本传媒的冯总会为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成功经验 这里时间的关系会就不多说了 那今天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会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商号和商标 第二个就是专利 第三个就是域名的注册 第四因为中国的企业目前对于荷兰 甚至是欧盟的一些隐私的法规和条例是非常感兴趣的 因为这关于企业合规方面的很多的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会谈一谈隐私以及个人数据的保护 包括云计算 电商方面能够设计到的一些隐私可能存在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方面我们想谈一谈的是现在大热的人工智能 那在欧洲进入欧洲市场的话 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产权 大概有哪些如何保护这些知识产权 那对于保护公司的知识性的资产的话 我们认为是有两种的保护途径 就是刚刚提到的说一种是知识产权 另外一种是做一些合同上的安排 那这里左边的列举了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 包括商号商标专利外观设计著作权 那其中的话商标专利外观设计是需要注册才能够得到保护的 但是商号和著作权的话是没有必要进行一个注册 权利自动就会产生 那比较特别的一点我想提一下的就是公司的商号 那如果想要进入欧洲进入荷兰 在荷兰设立一个独资企业的话 有限责任公司 那首先会在荷兰的商会来进行一个注册 注册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要选择去搜索 选择一下公司的企业的名称 是不是已经被别的企业所使用 如果被别的企业使用的话 那这个商号是不能使用的 那如果成功注册了之后就 成功注册公司了之后 就是没有必要再对商号来进行一个额外的注册 但是在公司经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证这个商号的积极的使用 否则就会这个商号就的权利就会自动的也消失了 那如何的来保障这个积极的使用呢 就比如说在公司的宣传册里 在公司的那个地址 公司的网站上等等凸显那个商号的名称 那如果那我们也知道说一个公司的一个服务和商品 区别于其他竞争者的一个最大的特征的话 那应该就是商标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 如果想要使用商号和商标是同一个的话 我们会建议注册一个商标 Next page please 那进入欧洲的市场的话 主要是有三种商标注册的策略 那这是根据一个国家来进行注册 根据区域来进行注册 或者进行一个国际商标的注册 那这个呢就是跟公司的一个目标的市场 还有未来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策略是有关系的 也跟当然也跟公司的一个这个财务方面的规划也有关系 因为涉及到不同的注册的成本 那如果想要在荷兰或者是比利时或者是卢森堡 这些注册注册商标的话 我们会建议在和比卢商标和比卢知识产权局来进行注册 那这个知识产权局的总部呢也在海牙 注册了之后呢 这一个商标就会成为了一个三国商标 就在这三个国家都是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的 那如果是公司呢 就是未来的一个经营的方向会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国家的话 我们会建议来注册一个欧盟的商标 那欧盟的商标呢 是应该向位于西班牙的一个欧盟知识产权局来提交一个申请 那当然这样的话会比在欧盟的每一个国家 逐个的来申请的话会经济的多 但是呢也同样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他审查的时候需要审查这个商标在28个这个欧盟的国家 是不是已经存在了在先注册的情况 那是不是可以来对这个商标进行注册 那同样呢也意味着这样的商标的话会在28个国家 这个申请可能会遭到别人的异议 所以说当然也有好处 也有一些不就是不利的地方 所以说在比较明智的方法就是在注册商标之前呢 就是像专业的人士比如说知识产权的律师来咨询一下 看看这个商标它的可注册性 注册的成功性有多大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国际的商标的注册 就是通过马德里协定来进行一个国际商标注册 那这一般是由申请人所在国的一个商标的一个机构来提起注册 所以说如果是荷兰的公司的话 那应该由何比卢商标何比卢知识产权局来提交这样的一个注册 当然它的适用的范围是最广的 那接下来我们谈论一下专利 专利呢是具有地域性的 所以必须在每个国家分别的申请专利的权利来寻求保护 如果说您说我们公司已经在中国已经设立 已经申请了一个专利 并且已经成功的拥有了一个专利 那到进入了欧洲市场的话 其实这个专利是还是要重新申请的 那这件事情就涉及到了一个宽限期的问题 因为进入欧洲市场如果想要申请欧盟专利的话 必须要在欧洲专利局来进行一个申请 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通过一个国际申请 比如说专利的话有一个全球专利公约 那么如果贵公司今天在中国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个专利的申请 那么明天再来一个全球专利公约的一个缔约国 比如说欧盟来提交一个申请的话 那在中国的那个申请日会被认为是在欧盟提交的 这个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所以如果两个日期之间有差距比较大的话 就可以避免了欧盟的其他人能够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提出来一个专利的申请 那所以说法定的优先权还是比较重要的 下一个我们想要提的问题就是域名的注册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比较简单 我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反正如果是公司想要注册一个网站的话 那在荷兰市需要先审查一下这个域名能不能注册 然后再来使用的 这个可以咨询一下网络的提供商 然后看一下其他一些扩展的域名能不能使用 那中国企业最近几年来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欧盟的一个数据保护一般条例方面的合规的情况 那如果公司是有此公司或者是分支机构在荷兰或者是其他的欧盟国家的话 或者是贵公司的客户服务供应商或者是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是位于一个欧盟的国家 他们是欧盟国家的一个居民的话 那就有义务来遵循这个GDPR的规定 那公司如果是要处理一些个人数据的话 这样是比如说是荷兰在荷兰注册的公司 那是有毫不迟延的通知荷兰数据保护局 然后关于这个情况的一个义务 如果有任何的数据方面的泄露 他们也有公司也有毫不迟延的通知义务 那比如说如果没有遵循这些义务的话 有可能会受到很重的处罚 但是荷兰的机构主要是他们遵循的原则 就是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所以说在过去的GDPR的执行的这段时间 我们没有见到说荷兰的数据保护局 是给了一个企业添加了罚单 关于云计算 现在是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使用 那数据存储在云端就会面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各有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数据的泄露 那就也牵涉到了一个隐私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的建议是就是和云端的公益商 来签订数据的处理协议 妥善的安排这样一些风险 安排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那如果那这个数据能不能出口呢 根据GDPR的规定是不允许的 除非有同意或者是合规性的条款 公司的强制的规则 那比如说 你们的荷兰公司想要在荷兰招聘员工 那这些招聘员工的这些的个人数据呢 是不允许发到中国的总部的 而当然这个在实践过程当中 数据出口怎么样来确定 他这个地域的转换是非常微妙的 但是大家最好要遵循这样的规定 next page please 关于电商所涉及到的隐私问题呢 根据荷兰法的规定 因为网上的业务也涉及到许多隐私的信息 比如说个人的住址啊 然后支付的方式啊 支付的信息啊等等 所以按照荷兰法的规定的话 是许公司是在开展网上 这个商务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要制定好妥善的隐私条款 还有使用条款 并且要遵循关于一些邮件广告方面的一些规定的 然后也要通知用户 怎么样来确保他们的信息得到保护 比如说使用一些加密的技术等等 next page please 那最后关于人工智能的话是 最近几年比较大热的话题 next page please 那么主要讲一下计算机程序 那计算机的程序关于原代码呢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版权来得到保护的 但是计算机程序所涉及到的算法 因为版权它保护的不是一种思想 所以算法它其实相当于是一种独创性的一种思想 所以它不被版权所保护 那么算法可不可以用专利来保护呢 这在欧盟的这个立法当中是有争议的 那比如说在2019年以前对于那些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那些算法都是有争议的 他们就是审查员就会觉得 比如说支持项量机啊 推理引擎啊或者神经网络这些 他们是认为是不具有可专利性的 但是19年以后呢 欧洲的立法就是相对来说 也是跟上了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步伐 他们就会觉得如果是 他们会酌情的考虑这些特征 然后不会再把它当作是没有技术特征的一种抽象的模型 所以如果符合一定条件的话 那算法也是可以被赚被授予专利的 只不过说看公司愿不愿意把这个算法来作为一个专利来申请 因为专利的申请的话就涉及到了披露 技术特征的披露 那这个可能就是会给别人来使用这个专利提供了一些机会 所以说主要的话怎么样来保护的话 还是要看企业自己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谷歌的算法 很多它就是通过商业秘密来保护的 就是对于总体的原则就是对于不可以被商 不可以被专利来保护的一些涉及到公司的重大的知识产品的话 就可以使用商业秘密来保护 那涉及到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那稍后我会看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把它翻译给我的同事Benjamin 看看我们律所的知识产权的律师怎么样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好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于耶 感谢于耶的就是这个详细介绍 然后我现在已经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的聊天框 就我们的就是这个朗核的幕后英雄Benjamin 他已经就是这个开始就是这个给大家的这个提问 做出详细的一些就是这个解释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就是这个通过我们的就是这个微信群 或者就是这个Zoom webinar chat或者Q&A环节的就是这个那个就是这个 chat box 然后就是这个大家来提问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请就是这个荷兰亚本电讯的冯海波先生 给大家分享他公司亚本电讯在成功落地海牙的一些经历 冯总 好的好大家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这个其实我们是来自一家就是广州的企业 然后通过海牙商务局的帮忙 我们从2012年落地荷兰今年已经是第八年了 很高兴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我们这八年在荷兰 以及在欧洲发展一些历程 就我们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故事可能很长啊 但是我就抓一些重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会去行业不同或许就我们主要从事行业不同 但是我想很多经验是共通的 希望大家去探讨一下 我们企业 主要是在荷兰呢 主要是从事两个就2p要2c的两个业务 主要是移动通信 新媒体或那个移动支付 主要是我们这是我们三大业务 目前我们在欧洲的覆盖的那个 国家一三四个国家 从岛国的马尔塔到最北边呢 冰岛到芬兰到东欧 基本我们全覆盖在整个欧洲国家 这八年来基本我们从一开始几个国家 走到现在基本上全覆盖三四个国家 包括我们也这八年来我们也做到了荷兰很多 以及欧洲很多大的商户 比如荷兰的女王天百贺 就是荷兰就是最大的百贺公司 比如阿姆斯坦机场 布鲁塞尔机场 这两个机场呢 所有商户的那个微信支付都是我们提供的 包括我们为瑞士的银行 瑞士CSA 也就是法国工商银行的瑞士分行 提供那个金融系统解决方案 帮他们做很多金融系统 包括中国的东方航空啊 南航啊 还有中国驻荷兰使馆啊 以及中国驻德国的使团 还有很多很多使馆 就这样都是我们的客户 就进了这几年的发展 做出我们的一个 也算我们的一个小学的成就吧 然后我们的c段业务方面的话 我们一直在建立自己的c段用户 包括通过新媒体 通过商场平台 通过我们个人金融产品 来拓展我们全屋的那个c段用户 目前我们大概注册用户 大概有100到200万之间 大概活跃了大概有五六十万吧 就是大概中活吧 大概有几十万的c段用户 也就是我们的b段c段方面 一直在欧洲深根本的业务 Next page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学的奖励 这是去年那个微信 在柏林做的一个微信开发者大赛 我们拿到那个出行率的第一名 我们为那个欧洲最大出车集团60 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小程序 然后从设计到开发 最终我们拿到出行率的第一名 Next page 这是我们在进入欧洲以后啊 拿到一些国内一些 差不多就是一些大企业 给我们一些授权 比如我们先是微信支付 在欧洲的官方合作机构 就是微信支付在欧洲 很多那个支付都是我们提供的 包括微信生态的欧洲合作伙伴 包括腾讯社交媒体 在欧洲的唯一的广告服务商 包括支付宝在欧洲的合作机构 以及支付宝的市场推广 合作伙伴 当然最关键最关键是 我们是和合作伙伴 一起持有欧洲央行颁发的 那个支付许可 其实我们是一个支付机构 Let's play 刚才我大概讲了我们的客户 这就是我们一些主要的客户 有企业有大的国企 有荷兰比较知名的企业 包括库库库夫 大家去库库库夫里面 如果荷兰的库库库夫 如果开门以后 大家走入库库库夫 从买门票到里面消费 整个支付都是我们提供的 借据方案 包括女王店 包括打热村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企业 当然我们不提供支付 还有很多市场解决方案 比如说女王店 它的那个整个 我们是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 它的中国市场很多推广 很多就是文案 都是我们在做 Let's play 刚才就讲了 我们在荷兰的一些小学的成就 为什么 其实我们一开到荷兰来的话 我们在欧洲上还是很小的 对于在荷兰得到了海洋商务局很多支持 起码从两年一抹黑 然后到现在有自己商业版图 真的是离不开海洋商务局 对我们的鼎力支持 我记得小瑞帮我们约个什么 建个ABN银行 建个移民局 建个税务局 就通过海洋商务局帮我们约了荷兰很多政府部分 包括我们遇到很多问题 他们都想帮忙帮我们解决 这八年来真的是敢投身受 如果没有海洋商务局对我们这样支持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企业进入荷兰的话 我认为还是很多政治方面 确实会少走很多弯路 比如说海洋商务局我们提供了一个 海洋商务局他们有一个叫海洋大讲堂 以前是基本一两个月一次 他们会请很多荷兰一些专业的税务 律师 法律 会计 大家做培训 基本上我每天一堂课 都感觉后面发凉 就感觉很多没学习到 都每次都能整个很多知识 确实我认荷兰的税务 法律包括会计方面 和中国差距特别大 很多我们理解的 就是我个人的中国和荷兰比较的话 这边确实非常细 而且非常专业 有时靠经验的话 基本上就是 都是很错误的一种想法 所以通过海洋商务局组织 这样的一些培训 我们作为一个企业 真的学到很多知识 包括今天 咱们老公律师讲了很多知识 我又学了很多 包括真的这个内容太丰富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 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团队可能很大 但在荷兰团队相当很小 就一个人要升线很多职能 就很难把这些 法律啊税务啊会计这样的 全部吃透它 所以我们就需要很多外部的支持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说这个也需要不少地学习了 我们之前呢学习了八年 今年还有法院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知道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海商务局帮我们解决了很多 那个就企业发生了很多 很多宜兰问题 比如说和那个劳工局的一些问题 包括用功的问题啊 小时候刚刚说了 小时候也帮我们约 约很多那个他们相关部门 相关人士帮我们解答 如果做我们企业的话 就单独约 这些政务部门其实不太容易 但通过海洋商务局的帮忙的话 通过他们协调就我们 因为他们相关部 可以面对面对交流 就是可以拿到就是 更好的解决方案了 然后第四个就是 我说我到海洋来了以后啊 好像海洋很多企业都知道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海洋商务局 到处推荐我们公司 然后也做到很多那个商业的一些 一些聚会 一些party 包括一些家庭日 就让我们和海洋本地一起啊 然后打成一片 就是可以 除了商业上就是 正式场合的话 一些私下的场合 包括一些家庭日 一些周末 一些商务活动 我们也可以就更好的认识 更好的沟通 当然也帮我们做很多天下大桥了 包括有很多展览 也让我们参加 帮我们推荐很多秩序给我们 去一些参加很多 很多地方有展览啊 有商机啊 东方海洋商务局的推荐给我们 让我们去参加 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很重要 说实在荷兰啊 英文很通畅啊 但是很多官方文书啊 特别是荷兰语啊 还是荷兰语的 如果没有这些推荐的话 就对我们一个本地企业 就很难 很难知道这些商业信息啊 确实在此也感谢商务局 对我们的鼎名支持 这过去八年 也让我们的荷兰从 法律税务会计局方面了解 包括到那个企业拓展 我认为我们受益匪浅 好 Next page 刚才讲了我们企业小说的成就 以及海洋商务局 我们支持 当然这 我说我们到荷兰 荷兰八年 就我们自己企业有些感受啊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荷兰的IT环境 我认为这个和 我是非常 对我们一个IT企业 一个好的IT环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啊 荷兰有一个网络中立法 他就规定了 网络运营商必须平等 对待所谓的网络流量 就不允许网络运营隐阻碍 或者减败互联网上的应用 以前我在国内啊 用中国移动的网络 如果要上中国电信的app 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很慢 而在荷兰这样不会 就把我们的app 我们各种应用 在荷兰的各个网络上 运用的非常顺畅 就不会担心 被运营商去限制 我们的那个 一些特别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一些 voice的应用 一些通讯的应用 一些互联网的 一些应用 就是他不会去限制 而且会公平对待 每一个应用 就对我们那个IT企业 做app或者做内容的 这个至关重要 它就是一个非常 公平竞争的环境 不管你大企还是小企 我们可以在一个评论 公平竞争 这是我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第二个就 荷兰企业的商业 一直更强 合作态度更加开放 我没来荷兰之前 其实我没 我都想的是荷兰 德国 法国 反正这些企业 没什么区别的 来了以后 我就感觉还是区别挺大的 我说荷兰企业 它更加开放 更加focus在 别的历史上面 就是他们很关注商业 对太多什么保护 对什么 就是他们 没有 至少欧洲 某些国家那么强 我说这是我们 扎根荷兰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说荷兰的IT系统 非常发达 我举个例子说 比如我们在荷兰 要找一个 持牌的公司 持支付牌的公司 我们合作 很容易找到 我发了十份邮件 你找了两个的回复 而在德国 我发了五十份邮件 没有一个回复的 法国更是了 目前如果在 移动支付这个行业 来做的话 除了欧洲 基本上荷兰 也是做的最好的 也就是你在荷兰 总是能找到 自己的合作伙伴 而是他们非常的开放 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 UI的设计公司 也很容易找到 这个在其他欧洲国家 我们在德国 已经有一家 我们在德国 已经注册了一家公司 基本上举步维艰了 他们系统非常封闭 而在荷兰 我们这个IT系统 非常发达 就我总是容易 找到自己的 不管是UI设计 还是系统支持 我总能找 这样的合作伙伴 而他们都非常开放 基本上这就是 我认为的荷兰 就是一个我们企业的发展 让离不开 那个海洋商务 就是支持 更离不开 荷兰这样一个开放 一个发达的IT的环境 让我们企业 能在这里搭根的生成 不管能从B端到C端 能继续走下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句话 是我简单一个交流吧 差不多有十件原因 就差不多 会和我们可以 在接下来好好沟通 谢谢大家 这非常感谢冯总 也非常感谢冯总 对我们就这个 海牙商务局的 就是这个 好的就是这个评价 然后就这个 当然我们海牙商务局的 这个服务也离不开 就是这个荷兰外商投资局的 就是这个 在就国家层面的一些支持 还有就这个 在政策上的一些支持 那我就借您的 就是这个夸赞 我继续就是这个 王婆卖瓜 卖瓜 我自卖自夸一下 然后就现在 我给大家 就是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 海牙市的一个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 海牙商务局的一些服务 海牙呢 就是这个 它地理位置 是属于在 就是这个阿姆斯丹 还有路特丹中间 然后就是这个 也是欧洲 比较有影响力的 一个城市 同时呢 就是这个 在前年 就是这个 被评选为 就是这个 全世界第四 就是这个 适宜 适于就是这个 居住的一个城市 然后就是这个 它的就是这个交通呢 就是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 它的就是这个 运输网络 是非常发达的 今天呢 我主要就是这个 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海牙 IT的就是这个行业 因为就是在 在过去几年 就这个海牙市政府也好 然后就这个 当地的大型企业也好 他们就是这个 都在就打造海 海牙为一个 就是这个 IT行业的 就是这个 领先者的一个城市 就这个 在IT行业呢 因为就是这个 荷兰就是这个 很多大型的一些 就是这个 IT行业的 这些公司 像就是这个 电信运营商啊 还有就是这个 服务商啊 就是这个 都在海牙 就是他们的 总部都在海牙 这个就包括了 就是这个 像我们众所周知的 就是这个 KPN 就荷兰就是这个 皇家电信公司 Zigo Vodafone 还有就是这个 T-Mobile 然后就是这个 我们从 中国过来 就是这个 落地的这个公司呢 有包括像 就是这个 亚本电信 还有就是这个 华为中心等等 然后同时呢 就海牙在过去几年呢 也一直在打造 就是这个 智能城市的 这个样板 荷兰的这个样板 然后也有 就是这个 很多就是这种 就是项目 就基础设施的 一些项目 来促进 就是这个 本地公司 与外国公司 的合作 然后对外国公司来说呢 也有很多 就是这个机会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 就是这个 我们在IT行业 就高科技行业的一些 就是这个 宣传的一些 就这个数据吧 就海牙 为什么就是这个知名呢 就因为就是这个 方圆500公里以内 你可以就覆盖 就是这个1700万 就 抱歉 1亿7000万的一个用户 所以这个是 就是这个非常大 网络非常大 然后同时呢 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这个 海牙也在打 打造 就是这个 非常好的一个 Ecosystem 也就是说 就是这个企业落地了 就很好 而且很容易 很方便的 就是这个 融入到本地的 就是这个 IT行业的这个集群里 然后同时呢 也有就是这个 很多 大的一些 国际性的这些企业 他们都落地在海牙 然后就这个 中资企业这方面的 这个信息呢 现在目前呢 就海牙大概有 100多家中资企业 然后就在这100多家企业里呢 就是这个 基本上 超过30% 都是就是这个 从事IT企业的 就是这个 这些就是这个 中资企业 就包括像 中国电信 小米 华为 中芯 亚本电信 等等 他们 他们 都将就是这个 欧洲的这个销售点啊 就是建立在海牙 然后我们海牙 这个商务局的 就是这个 服务呢 一般呢 就是这个 我们都会 就是这个 前期呢 就是这个 给客户 就是这个 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 海牙的 甚至就是这个 荷兰整体的 一个营商环境 然后就是这个 同时呢 就是这个 也协助公司 在注册方面的一些 就是这个需求 根据公司的 这个需求 提供 就是这个 牵线搭桥的一些 就是这个业务 然后就是这个 我们也会 就是这个 提供实地考察 就选址啊 跟银行开户啊 移民方面的 一些建议啊 等等 然后就是这个 在公司 就是这个 建立了以后呢 我们也会 就是这个 给公司 就是这个 在发展中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在海牙发展中 就是这个 给一些建议等等 对 这个是我 大概简单的 一个 就是这个 海牙商务局的 一个介绍 然后由于时间 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 可以就是这个 进入啊 就是这个 Q&A环节 就是这个 问答环节 啊 然后我刚才在 就是这个 群聊里 就是这个 看到了 有些人没有 加我们的 就是这个 啊 微信 啊 就是这个 微信群 然后现在 您可以 就是这个 拿出手机 就是这个 扫描 QR码 然后进入 我们的这个 微信群 然后同时呢 就在 呃 就我已经收到了 就好多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 我们呃 就后期呢 也会在微信群里 一一的解答 然后现在呢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就 挑出几个问题来 就是这个 做一个线上的 这个解答 我看到呃 有一位呃 观众就是这个 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给 就这个荷兰外商 投资局的 也就是说 就荷兰外商 投资局 在企业落地方面 能提供哪些协助 呃 然后我想 呃 把这个问题 交给 就是这个 呃 孙莹 孙莹来解答 呃 荷兰外商投资局 这边提供的服务 非常的多 像刚才 呃 咱们刚刚已经提到的 一些对 政策方面的一些介绍 比如说 今年疫情期间 荷兰政府 对很多企业 提供一些政策上的 支持 包括税收方面的减免 人工人员方面的 这个工资的 补贴 那么从荷兰外商 投资局这边 我们都会很快的 传达给到公司这边 那么除了政策上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资源上的对接 我们这边有 呃 很多的 比如说律所 会计所的资源 可以供您挑选 另外和当地市政府 比如说像 海牙市政府这边 投资局 我们会 一起来进行一些 项目的完成落地 我们其实这样说 就是主要是在 项目的前端 您首先 想要在荷兰设立公司的时候 那么联系到我们 我们和您介绍一下 包括政策方面 怎么样在荷兰成立公司 包括签证方面 啊 是说短期的签证服务 以及长期的工作签证等等 那么我们这边 有很多的信息 介绍给您 以及包括在您 供应人员方面等等 那么后期 就是由海牙商务局这边 帮您落地 以及帮助您 在后期的一个发展 啊 或者小瑞这边 你可以跟他们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关于海牙具体的 可以提供一些方 哪些方面的一些支持 比如说像在选址啊等等 对 我们就是这个 在后期方面 就是这个主要 就是假如说 就是公司 就在注册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这个 选址这方面 我们可以提供 就是这个建议 还有就是这个 能安排 就是这个实地考察 同时呢 就这个在公司 就是这个注册完以后 我们就是这个 在几个方面 就是这个协助公司 在本地 就是这个发展的成功 就包括了 就是这个 好比说 就是这个牵线搭桥 就是这个跟 就是本地的企业 就是这个合作 然后就是这个 也同时呢 就是这个 我们就每年 都会有一些大讲堂 然后就是这个 在知识的领域 就是这个 在法律知识的领域 给到就是这个外资企业 一些普及 然后同时呢 就是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 在就是这个 寻求就本地的一些 talent 就寻求本地的一些 就是这个适合 适合的一些 就是这个专家 这个我们也可以给一些 就是这个建议 对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特别好 因为很多企业 他在那边 第一个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是想找当地的雇员 比较合适的人才 你这边是可以提供给他们 很多的帮助的 那么我们在这边 在领事馆内呢 当然我们这个领事馆 主要的服务 也是这个签证方面的 一个服务 那么包括商务签证 和工作签证 我们这边 您可以对我们进行咨询 如果有相关的信息 需要的话 谢谢孙莹 谢谢孙莹 然后我看就是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 就是这个GDPR方面的 我想给就是这个 荷兰朗河律师事务所来解答 这个问题是就是 我们在荷兰有公司 就这家公司 已经在荷兰注册了 然后公司招聘时 他们想与中国总部 共享申请人的信息 是否被GDPR允许 那我刚才的在讲解的过程当中 我也提到了一下这个问题 那主要这个根据GDPR的规定 是不被允许的 除非是公司提供了一些 适当的保护措施 那可能包括使用具体 有约束力的一些公司的规则 然后或者是监管机构采用的 一些标准数据保护条款 或者是监管机构授权的 一些合同条款 但是没有这些的话 是不允许和中国的总部 共享申请人的信息的 希望能够解答他的问题 好 谢谢余律师 谢谢余律师 然后就是这个 由于时间关系 然后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这个 有最后一道问题 就是这个是问冯总的 然后就是这个冯总 中资企业落地荷兰以后 您建议最需要注重的 有哪些事宜 我认为啊 落地荷兰首先 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特别是我们现在说GDPR 公司一定要做好GDPR规划 然后做好效应的预案 以及完成自己的合同 以及遵守本地的 其他法律法规很多 另外第二个 我说更重要的是要 用工一定要注意 荷兰的那个劳 用工制度和中国有巨大的不同 在用工用人方面 一定要非常注意 非常小心 最好要咨询相应的 那个专业人士 才开始用工 包括签署劳动合同 谢谢 好 感谢冯总 感谢冯总 那我们就是这个 我还看到了就是这个许多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也有就是这个微信的这个微信群了 然后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提出的问题在微信群里做一个解答 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这个我仅此代表 就是这个此次演讲的嘉宾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稍后也会将PPT发到群里 然后就是这个没有加入我们朋友圈的这个群 也可以就是这个通过微信码 就是这个扫描进入 然后再次感谢大家 然后祝大家有着愉快的一天 感谢